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梦入神机 郭家周弘扬 是一个不为大众所熟悉的世界 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这是你想象不到的黑 有拳头和暴力的地方就有黑道 国际大鳄绞杀他国经济和政治的秘密 却被懦弱而又平凡的混混王超揭开 武功高强身份奇特的女子 以鲜血和意志流传下来的国术 国鬼云杰的神秘组织 王超将铸就怎样一段曲折离奇的人生 第一集 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晚上 天气突然转寒 一夜之间北风呼啸 雪花就洋洋洒洒的飘落下来 等到天刚刚亮 地上已经落上了厚厚的一层 王超被窗外的雪光应醒 以为是天亮了 但看看床头的闹钟 发现才五点多 原来自己是早醒了一个小时 不过王超从来没有赖床的习惯 默默地穿好衣服 花了十分钟洗漱完毕 就听到隔壁熟睡的父母也发出嘻嘻锁锁的 穿衣服声音 王超这才走出家门 王超是西市某高中高二的学生 今年十六岁 身高一般 长相平凡 学习成绩中等 家庭条件是父母早已下岗 每月两人收入加起来都不超过两千块钱 正因为这一切就造就了王超 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 王超家的后面是一个公园 公园临着江 树林密集 地方偏僻 而又阴森 里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直达学校 王超喜欢一个人静静的走路 不喜欢车来车往的大路 所以每天上学放学都走的是这条小道 公园里很安静 没有一个人 只是偶尔有几只麻雀 在积满血的树梢上叽叽喳喳跳来跳去 时不时的把树上面的积雪一团团的抖落下来 倒是平添了不少生趣 不过 就在王超慢慢的走过一片密集的松树林时 却发现里面有人影晃动 这么早就有人出来活动了 王超好奇 努力的朝树林里看去 原来树林中活动的人 是一个身穿白色运动服 足蹬白色跑鞋 接着一个爽力的马尾辫的女子在打拳 这个女子看约二十多岁的样子 动作慢悠悠的 打得好像是社会上主流的太极架子 不过王超看了一会儿 却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王超发现这个女子始终是全神贯注的盯着自己一动的手指 她总是先把手慢悠悠的伸出去 然后五个手指头就像有准星一般的一桌 随后便飞快的收回来 这慢慢的探出去 再飞快的捉回来 让王超想起了小时候摸鱼的动作 先是慢慢的把手探在水里 让鱼不发去 等到距离近了 突然一捧 鱼就自然抓到手了 而且王超还发现 这个女子打拳 身体也在不停着走着圆圈 脚下的步子总是平擦着地面蹚着出去的 小心翼翼的样子 那样子就好像是在泥水里蹚着走死的 女子的姿势并不优美 不过这一出一收的动作之间全身都在蹭动 劲儿都使到了每一处地方 让王超有一种鼓荡起来的感觉 王超看得入神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女子突然停住运动 双手猛的提到眉心 然后缓缓的按到腹部 左脚则轻轻的朝地面一踩 吐出了一口长气 王超是清晰的看点 长长的一条白气从女子口里鼻射了出来 就好像一只突然射出气的气垫 这出气能出成这样 王超看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惊讶 自己也试着全力的吹了一口 只可惜啊 他吐出的气 遇到冷空气后 只在前面形成了一团白雾 随后就消散不见 王超不信息 又猛的吹了几口 只吹的自己是心跳加快 眼冒金花 但还是只哈出了一团团的白雾 就在王超努力吹气的时候 那女子走了过来 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随后便走出树林 往另一头走了 王超回到学校 一整天都没听进去一点课 脑子里面总是想着早上大拳那女子吐气的一幕 越想就越觉得有些神奇 他现在可是十分后悔 这当时为什么没去搭个山呢 第二天早上 王超有心起来的更早 在路过公园小路的时候 依旧发现了那个打拳的女子 王超这次就走得更近了一些 就在树林外观看 虽然是有王超在树林边观看 但是这女子还是不受干扰的继续打拳 直到打完一套动作 还是提手 按赋 菜脚 吐气 他吐出的气 遇到冷空气 依旧变成又细又长的白线 且笔直的射出老远 像剑一般 打完圈之后 女子照样对王超这个抗官点点头 神色和气 却依旧不说话 和昨天一样走了 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 王超每天都很早就起来 立刻跑到公园的树林里 看这女子打拳 结果发现 甭管自己起得多早 这女子总在那个地方 只是到了早上六点 便准时的走了 王超几次鼓起勇气 想上前搭讪 但是话到嘴边 又说不出口了 女子每次打完拳 都对王超表意微笑 点头 神情依旧是和蔼 这让王超有一种大姐姐的感觉 就这样过了一周 两人虽然没说话 但是王超已经觉得够熟悉了 终于这一天 等到这女子要走的时候 便上前搭讪 姐姐 你这练的是什么武功 女子笑了笑 我打的是国术 国术 王超也看过许多的武侠小说 也知道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武功 什么九阴白骨爪啊 降龙十八掌啊 蛤蟆功啊 等等之类的 当然王超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构出来的 不过国术还真没有听说过 但是王超看了这女子练了一周的拳 觉得很是神奇 要比起什么外面的空手道啊 跆拳道啊 跆拳散打之类的 那也好看太多了 于是王超便问道 什么是国术 女子依旧笑笑 知沙迪不表演的武术 就叫国术 王超一听 就越觉得厉害了 那姐姐 你能教我吗 女子仔细的吧 王超从头打量到脚 点点头 嗯 你跟着我看了一周 还算有点毅力 你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王超 今年十六岁了 高二的学生 姐姐叫什么 王超是自爆门户 女子则总是微笑着 我叫唐紫辰 王超这才发现 这位唐紫辰姐姐 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致 没有任何瑕疵 就好像玉石一样 你的根基不好 以前没有练过 腰腿和脚都是吸的 要学就先教你站马步吧 站马步 王超一听 王超一听 头有点大了 尘姐啊 这个都会 这还用教吗 哦 那你站一下试试 王超立刻甩开膀子 脚步半蹲 双手平伸出去 蹲的是一个四平八稳 一动不动 陈姐啊 是这样吗 唐紫辰并未说话 依旧是微笑的看着 不一会儿 王超就觉得膝盖 有点开始发酸 又过了一会儿 这两腿都开始打起哆嗦来 再一会儿 这腰也酸 随后是全身燥热 额头上都冒了汗了 王超知道 这自己是坚持不下去了 于是站起身来 揉了揉 发酸的膝盖 开口道 陈姐啊 是这样吗 唐紫辰摇摇头 你这样一动不动的站 只会站得腰肌老损 马步 马步 重要的是一个马字 要站出一匹马来 站出匹马来 这王超就不明白了 这时唐紫辰却没了笑容 你见过人骑马没有 人纵马奔腾 身体随着马一起一伏 马步 就是先贤从骑马中领悟到的全数根基 所以站着的时候 也要站得一起一伏 凭空 站出匹马来 人纵马奔腾 那起伏的劲儿是借助马的 所以是出不了功夫 但是在平地上就不同了 你起伏的劲儿 就等于把马融入了身体 你一动不动的站着 身体的重心全放在膝盖上 蹲久了 膝盖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还有这个道理啊 王超可从来没想到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姿势 却蕴含了那么多东西在里面 你看我是怎么蹲的 说完 唐紫辰也扎了个马步 就见他的身体是轻微的 一起一伏 就好像微风吹水波翻浪一样 来 你也来蹲着 唐紫辰做了示范 王超就跟着学 蹲 一定要尽先到脚掌 起的时候 脚底的五指 要学鸡爪子一样 死死的抠在地上 五个脚趾一抠就牵动了小腿的骨头和肌肉 膝盖自然会挺起来 膝盖一挺 大腿紧绷 提腰收腹 这是起劲 伏下的劲 你的脚掌要学鸭和鹅的脚谱 五指要松开 这样膝盖一松 大腿松 腰坐 腹骨 就在这轻微的起伏之间 不停的转换全身的重心 这样才能不使重心老是落在一个地方 造成身体的损伤 王超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连连点头就照着唐紫辰的话去做 一开始 王超根本就没法做到这个一起一伏 但是唐紫辰就在身边 每当王超的劲没有落到位置的时候 他就用脚一踢 王超被踢的地方就像针刺了一样 肌肉受到刺激 全身的劲啪啪一下 还就到位了 起伏的幅度不要大 就是脚趾一寸的距离 你一起一伏 始终要把这一寸的距离蹲精确了 越精确越好 唐紫辰的时候十分的严厉啊 果然学会了这一起一伏之后 王超站马庄的时间 由原来的五分钟延长到了二十多分钟 但是二十分钟之后 王超就觉得这头有些发晕 这一起一伏就好像晕船一样 胃里面直翻头 汤紫辰呢 好像知道王超的感觉似的 是不是感到头晕 像晕船一样 想要吐 王超联盟点头 不用站了 你起来吧 你下身的姿势都到位了 只不过头没有到位 站的时候 头要凌空虚顶 王超一听不用站了 赶紧站起来 大口大口的喘了半天 这才把反胃的感觉压了下去 哎呀 什么是凌空虚顶啊 这是八卦行义门中 全经中的术语 也很难解释 你跟我来吧 到了河的大堤上 你就知道了 公园的外面 是一条大河 前几年新修的钢筋混凝土大堤 龙起的牢高 登上大堤的水泥台阶 有几十级呢 很是陡峭 唐紫辰一把抓着王超 登登登 快步 便上了大堤 王超 刚才是战马步 战的膝盖酸的要命 现在又经过这么一折腾 爬了几十级的水泥楼 膝盖酸的连站都差点站不起来了 可唐紫辰不等王超休息 便一直前面辽阔了大河 开口道 你看这江景 王超随着唐紫辰的手指看去 知觉的这河流奔涌向前 辽阔至极 岸边水滑稽荡 两岸积雪挨挨 景色十分疑人 看着看着 王超就觉着自己浑身都舒服多了 这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痛了 唐紫辰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对着王超说着道理 登高望远 视野一开阔 心情就轻松 疲劳也就缓解了 这就是凌空虚定 纵马奔腾的时候 人的视野特别开阔 这样骑马也不觉得累 同样的道理 人晕船的时候 站在甲板上吹吹风 向远处望一望 也就不晕了 所以站马步的时候 不但要一起一扶 进要到位 同样眼光 也要放开阔出去 有登高望远的意境在里面 这样的马步 才算正确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道理 只是人们平时忽略了 是先贤们 把他们总结起来 融进武功之中 武功不是神话 他就在生活之中 只要注意了 便能化腐朽 为神奇 王超听了这话 好像一下子 明白了许多 就感觉到了 一扇自己 从来没有 见过的大门 正向着自己 慢慢的敞开 道理和姿势 我都告诉你了 你先练习半个月吧 半个月之后 我在这里等你 看看你站出的效果如何 唐紫辰说完 转身 便下了大地 感觉到唐紫辰的话 十分有用 于是王超 每天早晚 都站着马步 脚趾抠地 一起一扶 然后目光像登高望远那样看出去 果然 这先前只能站上十多分钟 待蹲了一两天后 居然能坚持到三十分钟 而不吃力 而且王超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脚趾 小腿 腰腹 是越来越灵活 每天晚上 站过之后 是睡的那个星 几乎是一觉天亮 到了五六天后 王超不断的早晚都定时的站蹲 而且在上课的时候 总是把臀部提起来 须坐在位子上 人写字的时候 身体也学着唐紫辰那样 如波浪一般 微微的起伏 幸亏 这王超平时成绩一般 都是坐在后面几排 而且起伏的很是轻微 倒没有老师来管的 尤其是 因为王超那沉默寡言 性格内向 读了一年多的高中 班上的同学一大部分 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也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 不过这样 他倒是落了个清静 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就这么一连起伏了十天 王超现在居然能须登上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了 课间十分钟 王超就休息 一上课就开始起伏须墩 这样一天下来 连带早晚自习 王超墩的时间居然达到了十个小时 到了最后几天 王超就像吸毒来了隐私的 连走路的时候都是先提脚抠五指 然后身体起伏再一步步向前 可这样的姿势就有点怪异了 在学校里面经常会有人指指点点 可是王超是浑然不理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就半个月了 王超感觉到自己的腿 腰 精力 都很是饱满 学校前面有一个骑自己脖子高的升旗台 王超都不用助跑 一个起伏 刷 就能窜上去 等到了和唐紫辰见面的日子 王超依旧是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有亮 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公园的老地方 可唐紫辰早就在那等着了 唐紫辰依旧是白色的运动服 神情和蔼 看到王超跑过来 唐紫辰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 想不到你半个月的时间 就占出这样的效果 走路的姿势已经入迷进去了 王超听见这话 只是傻笑了一下 臣姐今天要叫什么 嗯 你是个务实的人 无论学什么东西 都要入迷进去 才能学出效果来 看来你有资格学我的国术了 唐紫辰看着王超 就好像发现了一块上好的不语 来 我们先谈谈吧 说完 唐紫辰在一块石凳上坐了下来 你知道什么叫国术吗 王超摇摇头 清朝末年 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 多次刺杀满清高官 甚至亲王 其中多仰仗的是武林中人的出力 后来民国建立 日寇清华 为了强国强种 孙中山 冯玉祥等人便大力提倡武术 由政府成立中央国术馆 把各门各派的武功 如行义 太极 八卦 通辈 螳螂 八极 戳脚 红拳 铁线 披挂 弹腿 摔跤等等 许多武功 统一称呼 都叫国术 强国 强种 王超细细的咀嚼着这四个字 心中泛起了那个年代的历史 那个年代人才辈出 现在过了一百多年都缭络得不成样子 唐紫辰说着说着突然心意索然 来吧 我今天就教你一招实用的 你从后面来抓我 唐紫辰对王超比了个姿势 叫王超从背后抓自己的肩膀 王超见唐紫辰背对着自己 立刻一眼朝唐紫辰的肩膀抓去 只见唐紫辰轻轻的一回身 右手肘筋如枪 便击向了王超的胸膛 这是掩饰招 所以唐紫辰活动的很慢 王超倒是有时间反应 本能的就双手向前一推 挡住了唐紫辰的一肘 可哪里知道 王超刚刚一接触到肘 唐紫辰的小臂就好像是鞭子一样 啪打一下 来了个残水 手掌直接就撩向了王超的裆部 这一下是又快又急 力量变化是骤然弹起 王超还没反应过来 这唐紫辰的手 已经撩到了王超的下音 第一集完